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在學校或公司拿著一個帳戶 就可以在公司或學校任何一部電腦登入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呢? 大家好,我是Dex,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想和大家看看Domain Controller網域控制器 如果你是新朋友,歡迎你,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Domain Controller都有很多不同的名字 可能叫做Authentication Server 或者是Login Server 認證的伺服器,登入的伺服器等等 你去到一些裝了有關Domain的電腦 登入呢,他就會找回相對應的Domain Controller 看看裡面有沒有一些相關的UserName和Password 看看是否正確 如果這些資料正確的話 他又可以允許那個用家登入那部電腦 那就可以登入那部電腦了 登入那部電腦之外 當然可以控制到有什麼權限 有什麼資料有什麼部分可以傳取到等等 也都在Domain Controller裡面 都有一個叫Group的概念 那就是說不同的用家就會有不同的權限 譬如說你會計部的可以開到會計部的folder 你是銷售部的,你可以開到銷售部的folder 就不能開到其他人的folder 那都可以做到一些比較細緻的設定 根據不同的用家所需要的部門 各樣的區分 來看它有不同的權限 有什麼好處呢? 我可以把所有的帳戶中央這樣管理 譬如說有一個陳大文的帳戶 只需要在Domain Controller那裡設定了 有陳大文的帳戶是屬於銷售部會計部 已經是可以完成整個設定了 也都是方便了可能是你要改密碼的時間 改完密碼之後呢 其實它是更新到Domain Controller那邊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到各部電腦那裡說密碼 相對於有一個叫Domain Controller 並不是一個中央可以控制的概念 那會有什麼事呢? 譬如說你公司有10個電腦 就要在每一部電腦上面設定陳大文的帳戶 那就變成很難去管理了 所以Domain Controller就是一個中央管理的好處 也有它的不好處 譬如說有這個Domain Controller是關掉了 或者你連結關掉的時間 可能就會沒辦法令到一些用戶登入 還有本身做Domain Controller的設定 其實也有一個成本 這個也會有一個情況 我就這樣說好像很悶 給你一個實際的畫面看看 好像這個就是一個伺服器的版面 在Windows的版本為例 就是這個Domain Controller的設定 就叫做AD 就是一個叫Active Directory的設定 Active Directory就是在Microsoft裡面 叫這種Domain的叫法 譬如說這個是Active Directory Users and Computers 下面有些什麼呢? 好像這個我現在在家裡測試的一個設定 你會看到譬如說這裡設定了一個圈子 叫Family Family就裝了我的家人的帳戶在這裡 這裡有不同的帳戶和不同的名字 在一個公司的設定 就是類似這樣的 我只要在那個叫Active Directory 設定一些不同的帳戶 就可以在其他不同的 組織了Domain的電腦上面 用這些帳戶登入 譬如說Dex 這個就是我的User帳戶 只要開了這個帳戶 保持著這個帳戶在這裡 所有屬於我的電腦 都可以用這個帳戶登入我的身份 我的家人也是一樣 這裡有一些不同的電腦 這些電腦都可以設定 每一部電腦可以登入哪些帳戶 例如我在這裡設定了 Log into all computers 即是說我現在這個帳戶 可以進入這個Domain裡面 所有的電腦 也可以只是某些電腦可以進入的 某些電腦不能進的 你也可以在這裡設定 譬如說有什麼時間 登入的時間有沒有時限 究竟這個帳戶可以用到什麼時候 有沒有改密碼 密碼容易到期 但是下一次需要不需要改密碼 很多不細緻的設定都可以設定 這個其實就會很方便 在這間企業上面管理不同的用家 譬如我改密碼 我這裡是right click 和改密碼 其實改完之後 由不同的電腦登入 都可以用這個新的密碼登入 即是可以中央做完這些事情 剛才說了group的這些concept 譬如說我在這裡開一個新的group group叫做workspace 這裡自己加一些member 加我 加多一個user 這個就會一個group 那我就可以assign這個group的權限 那之後呢 看完下一段影片 關於file service 就會說了我怎麼可以用這個group的concept 來去ground一些權限 現在這個group 就可以有多一個member 那我就可以按一個group basis 去assign這些權限 給不同的用法 剛才提到的一樣東西 你的active directory 放在伺服器那裡 那那部伺服器你怕死了 會不會所有電腦都不可以登入 所有電腦用不了 通常呢我們做這個active directory的setup 或者是一個domain的setup 都會做到一個domain controller 那就是當第一台的domain controller 壞了的時間 或者for whatever reason 是連接不了一個網絡 死了機 停了電 之類之類 那你都會有另外一部的domain controller 撐住這些service 登入的時間 找不到第一部就找第二部 就是這樣 基本上這個concept就是 很標準的一些domain的setup 都會有多於一部domain controller such that 當其中一部剩下 都會有另一部頂住 不至於整個network 因為沒有了一個authentication 而不能正常混准 我不是幫microsoft買廣告假 不過呢 如果大家都想像我這樣 在家裡試試做伺服器那樣 以microsoft為例 那就可以看回使用版的download 做伺服器是成本來的 除了機器的成本之外 其實license也是一個成本來的 這裡很rough的給大家一些概念 Microsoft為例 standard windows server的license 那樣的是900多美金 可能都要七八千塊 大概港幣 那樣的就是16個cpu core 的一個license 就是每一個user都要 另外買到一個chail的 每一個用戶的使用證 貴還是不貴 這些就很難說了 我不下定論了 但是呢 可能不同的機構 有不同的licensing terms 可能就未必是這個 就是想給大家一個concept 就是製造一個server出來的 software的license 都是一個成本來的 今天關於domain controller的介紹到這裡了 如果不幫到你呢 記得要like、subscribe 和聲明你的朋友 下一次的短片 將會介紹一下 關於file server的concept 記得我們再開了 我們很快再見 中文字幕倒閉 中文字幕倒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